很多人以为食管癌会离我们很远 实际上食管癌是我国五大高发的癌症之一 在全世界中每年患上食管癌的人群都能够达到40万人 而我国能够占有六成左右的比例 这个大的数据就足以让我们警示起来 尤其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吃一下这一种食物 喝一种水的人会诱发食管癌 爱吃的人赶紧赶 别等生病了再去后悔 那时候也许就来不及了 一经常吃烫的饭菜或又发食管癌 中国人有个饮食习惯就喜欢趁热吃 尤其是在衣桌刚做熟没多久的饭菜面前 吃饭跟做完饭几乎是同步的 可你又知道食管背后的艰辛吗 当你享受美味的时候 即便出现了烫嘴的情况 你也只是张大嘴巴凉快凉快 但这个时候食物已经进入到肚子里面了 先是会损伤食管 而他恰恰不喜欢烫的食物 他的适合温度是在65摄氏度左右 一旦超过了70摄氏度 就容易伤害到食管的粘膜 在这种长时间的烫伤情况下便容易癌病 另外还备受折磨的是肠胃跟口腔 他们也不喜欢过烫的食物 进而增加口腔疾病肠胃疾病的发生危险 所以心急要吃热豆腐的人劝你还是等等吧 二经常喝烫的水会诱发食管癌 除了烫的饭菜还要注意生活中的热水 在寒冷的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喝热水 上面呼呼的热气能让感觉深深的暖意 但这样的水即便是生活中非常健康的饮用水 如矿泉水纯净水等等 对于喜欢喝咖啡的人为了食管的健康 也别再趁热喝咖啡了 慢慢享受咖啡的美味 以及缓慢的喝 不仅能够避免温度过烫 对食管造成伤害 更有利于人体对咖啡营养物质的吸收 对于有喝热水习惯的人 要劝劝你改改了 当水的温度不足以烫到口腔以及嘴唇 就可以正常的饮用了 后还要建议大家的是预防食管癌 如果你在生活中出现上腹部的疼痛 吞咽困难等情况 很有可能是食管内出现了恶性的肿瘤 或者是食管粘膜遭到了很严重的损伤 烫伤就要警惕 最好去正规的医院检查一下 另外 吸烟喝酒也是对食管伤害比较大的因素 减少这种高发癌症的发生 还需少做这些公认影响食管健康的习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工作的繁忙 在外就餐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 早上经过一个煎饼摊 买个夹鸡蛋和火腿的豪华煎饼 中午的时间比较紧张 直接点个外卖快速解决 晚上约三两个朋友 一起吃个烧烤 喝点啤酒 一天三顿都在外吃 是不是你 这虽然方便 味蕾也得到了满足 但你的身体可能扛不住顿顿在外吃 经常在外就餐 会增加全因死亡率风险 一项研究 记录分析了35084位成年人 包括外出就餐频率在内的饮食习惯 结果发现 经常在外就餐会显著增加全因死亡率风险 具体来说 与每周少于一次外出就餐的人群相比 每周两次或以上外出就餐的人群的 全因死亡率增加了49% 心血管死亡率增加了18% 癌症死亡率增加了67% 爱做饭的人更长寿 且频次越多 死亡风险越低 每周下厨超过五次的人 死亡风险降低50% 虽然有些餐馆提供高质量的食物 但与在家烹饪的食物相比 餐厅特别是快餐连锁店的膳食质量通常较低 因此长期吃并不利于身体健康 长期在外就餐或吃外卖 对身体可能造成的影响 热量超标 让你又胖又肿 饭店里的食物通常都比自己家里做的美味好吃 而好吃的秘诀之一是多食用油 同样一盘菜 饭店里做的可能会放两到三倍的油 甚至汤汁上还飘着一层厚厚的油 稍不留神就会让你热量超标 要知道食客有一瓶瓷勺的量 就含有90大卡热量 相当于半碗米饭的热量 高糖 高盐 增加肝肾负担和心血管伤害 增加饭菜口感的另一个秘诀就是多加糖 盐 味精等调味品 过量的糖会导致肥胖 加速皮肤老化 伤害脑细胞和血管壁 过量的盐和味精会使得那摄入过多 影响血压水平 增加心血管危机 同时增加肝肾负担 另外 可可还要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你吃的菜是咸的 就忽视糖的存在 炒菜放糖根本不是为了让菜有甜味 白糖是万能的缓冲剂 可以让菜更鲜美 而且甜味和咸味又会相互抵消 因此 为了提升口感 加了糖的菜肴 往往需要加更多的盐 果蔬不足 保护性营养素缺乏 免疫大菌溃不成菌 在外就餐 食材构成主要是精白面和肉类 即使有蔬菜 也通常是高油 高盐的烹调方式 易缺乏豆类 颧骨 蔬果 因此膳食纤维 微量元素 加 鎂 维生素B C 抗氧化剂等保护性营养素含量较低 而这些营养素长期摄入不足 就可能出现隐性营养不良 身体感觉有气无力 天天疲惫不堪 甚至三天两头感冒 高温烹调 亦产生致癌物 不少厨师为了改善食物味道而通过烧烤 煎制和油炸的方式来烹调 比如虎皮蛋 糖醋里剂 锅包肉等 但淀粉遇到高温容易产生 丙烯鲜胺 属于2A类可致癌物 蛋白质 钛和氨基酸遇到高温 容易产生杂环胺类化合物 属于强致癌物 可以在体内积累 逐渐降低免疫功能 有几率诱发身体各部位肿瘤 脂肪遇到高温 容易产生本病皮等致癌物 卫生不严格 细菌传播 一些路边的小摊子 大排档等 可能没有卫生许可证 食材本身的安全度不得而知 再加上露天的环境 空气中粉尘 细菌容易附着在食物上面 经常食用容易出现肠胃疾病 不利于肠胃消化 严重时还会出现腹痛 腹泻等症状 总的来说 自己做饭才是王道 既卫生也健康 在外吃饭 也能帮你留住健康 如果实在有应酬 或是没有经历自己做饭 那外食族最好记住这几点 选对餐馆 选择正规 干净的饭馆 首先保证吃的安全 卫生 注意用餐顺序 建议餐前点些大麦茶或清淡的汤品 也可以吃些小黄瓜 圣女果等小菜 然后按蔬菜 肉类和主食的顺序吃 这样不仅利于控制体重 还能更好的控制餐后血糖 选对烹调方式 为了减少重油重盐的菜 最好避开干锅 油炸 焗烤之类的菜 而是以凉拌 蒸煮 白灼 清炒 清炖等烹调方式为主 选对食物搭配比例 一般来说 鱼 肉 蛋和豆制品 均可以供应优质蛋白质 选其中一到二种就足够 动物食物 优先鱼虾 一份鱼或肉 要配至少三倍量的蔬菜 而在蔬菜的选择上 深色蔬菜 优于浅色蔬菜 主食粗细搭配 尽可能地选择 颧骨 杂粮等 与细粮相比 粗粮有利于延缓 餐后血糖生成速度 促进肠道蠕动 并有增强饱腹感 帮助控制体重等好处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 资助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即使只食用少量的红肉 或加工肉类 也会增加患结肠直肠癌的风险 每人每天使用76克红肉 或加工肉类 相当于四分之一磅牛肉汉堡的量 这是符合当前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指导标准 但这一标准比每天只吃大约21克 相当于一片火腿的人 患结肠直肠癌的几率高出20% 该项目的研究人员 牛津大学癌症流行病学副主任蒂姆金教授表示 香肠和培根等加工肉类比红肉更容易引起结直肠癌风险 食用少量的加工肉类似乎与食用大量的红肉具有同样的致病效果 每人每天食用25克加工肉类 相当于一小片培根 会增加20%的直肠癌风险 而每天食有50克红肉 如厚片烤牛肉或去骨羊排的人 其患癌风险为19% 这项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历时五年 追踪了近50万名年龄在40岁至69岁之间的英国成年人的饮食 在此期间有2609名参与者患上了结肠直肠癌 根据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数据 一片火腿含有23克加工肉类 而一块8盎司的烤牛排含有163克红肉 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目前的指导方针建议 红肉和加工肉烹饪后的平均摄入量 应从目前的每天90克减少至70克 这项最新研究为红肉和加工肉类 与结肠直肠癌风险增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金教授表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烈表明 每周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类4次或4次以上的人 患肠癌的风险高于那些每周食用不到2次的人 英国雷丁大学杨阳语健康副教授 刚特欧库恩雷表示 这项研究是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研究 之前的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 但人们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所以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与当今肉类消费相关的最新视角 研究结果证实了之前的发现 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类都会增加患节肠癌的风险 研究还发现增加节肢肠癌风险的另一个因素是酒精 面包和早餐麦片中的纤维与降低节肠直肠癌的风险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加工肉类是人类致癌的食物之一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数据 节肠直肠癌是美国除皮肤癌之外的第三大常见癌症 将有51020人死于节肢肠癌 在英国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节肠直肠癌都是第三大常见癌症 英国癌症研究健康信息主管夏浦医生表示 76克红肉和加工肉及四分之一磅牛肉汉堡的标准 是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出的一般性健康建议 但这项研究提醒我们越少食用红肉和加工肉 患肠癌的几率就越会越低 他建议人们尝试每周一步吃肉 或者以新鲜的鸡肉和鱼肉来代替的办法 来降低红肉和加工肉的摄入量 士盐